嗨 朋友们 这期视频是前一阵子我在北京探访了三家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 也顺便跟大家聊一聊养老 本来呢我是没想放在YouTube上的 毕竟地区差异太大了 估计可能很多人也不care 但是呢做完之后我就感觉做的还挺好的 我每次看呢就一不小心就把它看完了 我就觉得对吧 做都做了就放下来给大家看看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跟小林一起来感受了解一下 现在北京养老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当然声明一下 就我能去的肯定是这每个类型里头比较好的 不然它也不可能让我们拍嘛 并不是说给哪个就我打广告啊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向荣养老驿站 这个是嵌入在亚子村街道里边的一个社区养老驿站 这是叔叔阿姨的活动区 就有点像一个大客厅 大家可以在这儿社交啊 然后有一些康复的器械 周母吃饭也是在这块 这边呢是一个居住区 还是能看到挺多回忆的 你看这里头有挺多老人 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参军的照片 没事您过 我感觉特别像就是小学或者幼儿园里 有那种板抱 还是基本随处都会有这种扶手 帮助老人行走啊 然后或者临时扶一下这样 那儿有护工正在陪老人聊天交流 这儿特别多的那种花花绿绿的装饰 就感觉生机勃勃 这是一些监控的画面 是的 我每天早上来第一件事情就要看监控 看看老人们在干什么 位置在哪里 画面其实都连接的 上面的单位都连接的 你这个方面也能看到我们的监控画面 我感觉这儿的房间都还挺敞凉的 这是一个老人的独立的房间 就相当于一个卧室 然后平时活动啊什么的 都是在那边客厅的区域 这儿你看就是会贴上那种像婴儿的防护条 护年老人还挺可爱的 这也是一个老人的房间 就比较简单 但是老人在这儿会感觉应该还挺温馨的 因为我觉得这儿的服务人员态度都特别好 哇 来来来 这应该是老人拿那种包水果的东西自己做的 这还挺漂亮的 像向荣这种养老驿站 其实就是现在或者说 未来社区养老的一种主要形式 它的特点就是嵌入在社区里头 面积不大 也就能住二三十个老人 根据北京市政府的官方名单 北京总共有814家养老驿站 分布在各个社区里头 它们被划分成一型到三型 三型的一共有13家 像荣就是其中之一 它的特别支出 就是因为它嵌入在社区里头 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 它主要服务的呢 就是一个街道 几个小区的老人 服务内容呢 比如说住餐 就每周都有菜谱贴在墙上 然后老人就可以选 他爱吃哪个不爱吃哪个 可以自己来取 也可以给送到家里去 你看这是要给老人 去送餐的小车 这叫老年餐桌 就是住餐点 你看它在社区里头 就家人探望非常方便 社区的老师呢 管这种方式 就叫做一碗汤的距离 家人送过来一碗汤 汤还是能是热的 就感觉还挺温暖的 有的时候 他不喜欢吃我们的菜的时候 他不来 老人会特较真吗 会 就比如我这碗面里 少了几块肉 他会挑吗 会 真的 对 会的 然后还有一些上门的助老服务 比如说帮人修脚 理发 打扫卫生 甚至是一些医疗性质的辅助 比如说换尿管这种也可以 费用如果是能自理 或者只需要一些 简单辅助的老人 一个月就几百要上千 或者需要那种居家住家保姆的话 一个月费用大概是5000到7000 但这是北京的水平 还有一些住在驿站里头 虽然床位不是很多 这种需要照料的程度一般就高一些 一个月费用大概是7000到9000 这爷爷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客户 他最早是吃我们老年餐 随着他身体的 就是功能的慢慢慢慢下降 领的再增长 确实身体上就在家里面照顾起来 就送过来了 就所有的子女超级小时 经常来看是吧 哎呀对 快天天了 因为就住在这附近 对对对 特别近 因为是挺精神的你看 上古朝鲜战场的 这位呢就是向荣的创始人张颖 张老师 他们是从2017年开始 几个人一起创业开始做向荣养老 2017年 2017年 当时是为什么想 我一直做养老 我做20年嘛 后来就想自己创业 想做一个 想自己做一个这样 自己思想的那个养老公司 就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 你能看出 这是装不出来的 就他们跟老人的关系 真的很好像一家人一样 其实吧 就他们一开始 我感觉 对我们还是有所戒备的 毕竟人家一般都是 接受官媒的采访 你看着来个自媒体 还要拍我们 对吧 肯定是有所防范 但后来慢慢聊开了 你就感觉他们更敞开心扉了 就真的感觉 这些人都很善良 而且跟老人的关系都特别好 他们甚至会给这些老人 起玩号 跟老人就是拍拳握手 也会跟着向荣隔壁的一些邻居 就住在一楼的阿姨 开个窗就能聊天 因为老人把我当成了家人 他什么事情都会跟你说 陪聊是吧 对 家里的大小事情 自己的大小事情 跟其他老人有一点小的 摩擦了 对呀摩擦了 然后他都会跟你说 而且说了不止一遍 一遍一遍地说 要有耐心 就像幼儿园老师那种感觉 对 你要有耐心 你要听他说 然后你说的话也会很多 那会去调解吗 会 但一般情况下 中立的比较多 一般就得中立 要不中立 下次就没办法中 张老师他们提到一点 其实技能是相对好培训的 更主要的是 老人真的是需要你去用心照顾的 就跟小孩似的 我在向荣链聊的一个 91岁的老奶奶 就跟个小姑娘一样 讲的没配色舞的 最喜欢这儿的什么 我挺喜欢下歌 你唱那个卡拉OK吧 他跟我讲说 他因为偷吃冰棍 拉肚子 被送进了ICU 幸好被最后救过来了 就他们也会生气 也会撒娇 也会是吵架 所以其实更需要 这些工作人员的关爱 关注 还有甚至这些调节 向荣现在其实已经达到了 盈亏平衡的状态 这点我觉得还是挺高兴的 因为其实大多数的养老机构 还很难维持盈利 毕竟这个经济利益 才是它底层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我甚至觉得没准 以后 比如说一个养老驿站发展的好 能带动周围一片的房价 对吧 就跟学训方似的 目前这种养老驿站的形式 各个驿站之间差别还是挺大的 向荣在这里边肯定算做得挺好的 不然也不可能让我们拍 对吧 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 这种形式 它有可能做成什么样的 大家就多一些了解 一开始我还以为 因为它嵌入在社区里头 我以为它是个类似居委会的 但其实这种形式 他们现在也都是民办自营性质的 不过这个也确实是个趋势 就那种公办的 我们叫福利院 它的数量其实特别少的 我还特意跑了一趟 北京是第一福利院 和北京是第五福利院 结果发现 这两家合并了 很遗憾就没走进去 但是我在门口的门卫大哥 哪儿问到了他们的入住条件 嘿嘿 就非常难进 比如你得是 市级以上劳模80周岁以上 或者尸毒老人70周岁以上 或者因公制裁 建议勇为制裁 就算你俘个条件 还得排队 绝大多数人肯定是进不去的 所以现在的趋势 就是民办为主 然后政策指导 加上一些补贴 之后我们今天要去的 另外两个也是这种性质 我们的第二站 来到了北京城郊 顺义区的一个养老机构 叫知户 你好 这个可能就跟我们 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养老院 更像一些 它就是自己有一种栋楼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院 空间更大一些 一共有六层 那种大一百多个老人 它中间这几层 就是老人的房间 每个房间其实还挺宽敞的 而且有一个巨大的窗户 层高也很高 就整体感觉还挺敞亮的 顶层有老人们的食堂 像这种养老机构 它一般都有个医用的电梯 就是能推进去并床的那种 你要是没人按 它得等一分钟才能关 就真的挺慢的 你得一按 它才能给关上 地下就是一些老人活动的区域 比如说可以在这里边 做做手工 打打乒乓球 台球 甚至马匠什么的 因为它还有一个院子 天气好的时候 就会推着老人出来 一起活动活动 山下太阳 其实知户 它还有一些衍生的业务 上门服务 像上门理发 然后做一些专业护理指导 气切的 疑似的 有管路的这些老人 这些也能护理 也能做 这位就是知户的王院长 你别听院长 但其实他是94年的 比我还小 像知户的价格 如果你是一个自理型的老人 在这儿包吃包住 差不多是5000左右 如果你需要一个更完整的 就那种全户比 根据你住的是 单人间双人间 或者是三人间 大概是在9000到1万多 其实有一点值得一提的 就是王院长他跟我们说 住在这儿的老人 有超过一半 都有不同程度的 阿尔兹海默症 就是俗称老年痴呆 或者叫失智老人 这个群体 在老人当中的比例 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要高 这次也是我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地 去接触 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 他们给我的感觉 就是真的跟个小孩一样 情绪不太稳定 有的时候会突然高兴 有时候会突然生气 他表达不清楚 自己的想法 所以就更需要 有专业 有经验的人去照顾 他那个被害望的想法 会很严重 你来我家干嘛 你需要偷东西吗 那这种一般怎么办 这个只能先顺着他来说 是吗阿姨 请你等一下 我晚上就报警 他就觉得 你跟我是同伙 我们很多刚送进来的老人 是阿尔兹海默 他有一些反常的 一些生活习惯 或者举动 家人不理解 他认为老人老了之后 怎么会变了性格 或者说是变了生活习惯 当我们第一次 跟家人说的时候 家人说 哎呀不是 我们家老人 绝对不是阿尔兹海默症 那个时候 你就需要我们 每日常沟通吧 时间长了 他自己也网上搜一些东西 自己的就知道 一旦得到了认可 后续的沟通 就特别的好做 像之前在向荣 他们就会给他们的 阿尔兹海默症老人 背后贴一个标牌 上面就有联系电话 信息 因为是这老人的 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就是他特别容易走失 而且他在路上 你完全不知道 他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人 你别看 就这么简单一个牌 向荣就通过这个方式 真的找回了好几个 实质老人 因为他就喜欢走 特别喜欢走 然后还喜欢跟人走 有时间了 他就会上楼 跟我们一块办公 他也爱走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北京市的昌亭区 这个就是 泰康燕园养老社区 这位是泰康燕园的葛明总 像泰康燕园这种 就是专门为养老 打造了一个社区 这个在养老机构里 肯定算规模非常大的 一般就容纳100个老人以上 就可以被称作叫养老机构了 北京一共有450多家 像泰康这种五星级 大概有十几个 燕园它其实能容纳 四五千人 而且一直在扩张 现在已经见到第三期了 这是应该是他这儿最大的一个房间 这个应该是最小的一个房间 就64平 相当于一个开间 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客厅 看他这个猫眼有两个 这个是我们看的 这个就是方便给 坐轮椅的老人看的 很多地方都有 这个紧急呼叫的装置 包括我们刚刚在卫生间 刚才有个老爷爷跟我们说 他就是说 这儿最好的眼睛叫狼来了 就是你不管 你感觉哪儿不舒服 就三个人过来 什么保安 护士 管家 过来帮你去弄 这个社区里头呢 就配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 比如说健身房 游泳池 书画室 棋牌室 舞蹈室 电影院 大讲堂等等 健身区还配了好多椅子 这样老人练累了 可以坐着歇一会儿 这在一般的健身房是看不见的 你看一般一个在那儿练的 一排在那儿看的 这个是现在叔叔阿姨午休之后 带大家做做操活动活动 现在下午三点多 老人们就开始陆续 午睡完之后出来晒太阳 有看报纸的 还有晒脚的 感觉还挺惬意的 大家肯定好奇 多少钱才能住进来 对吧 首先你在这儿住 你每个月要交月费 就跟你付房租似的 这个就根据你房间的大小不一样 它这儿的房间是从六十几平 到一百八十平 月费就是从一万二到三万不等 当然这个是属于那种活力老人 就是完全可以自理的老人 你如果是需要护理的那种 因为他大部分时间就在那儿躺着 所以那个房间会小一些 这种一个月的费用 大概是两到三万 就根据你的需要护理的程度不一样 但是光交月费还不够 就你要想入住的话 它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首先你还得先买他们家的保险 一般是年金的形式 现在北京的门槛 大概是两百多万 或者你如果不想买保险 你可以交一些的押金 也可以进去住 就类似的保险机构做的 一般都是大概这种模式 就是月费 加上一个保费或者押金 所以想入住的话 还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 像硬件设施这块 我就不多介绍 大家应该一看也都应该知道了 毕竟价格也摆在那儿 但在这儿住的老人 我观察跟之前的两类 稍微有点不一样 之前确实是因为 比如说失能失智 或者因为方便 就刚需才去的 但像燕园这儿呢 很多老人过来 真的你感觉他就是来享受的 因为这儿的大部分老人 都属于那种活力老人 就是可以自理 他比如说跟老伴 或者跟几个朋友 一起就住进来了 就很符合现在很多 这个小伙伴们 对未来养老的这种渴望 其实吧 就说实话 能负担得起住在这儿的 其实这些老人物质上 基本都是OK的 就我采访 我问他们 为什么想要住进来 我得到的一个共同的答案 就是他们这儿有 特别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你看这些 就是社区里边的一些老师 95岁教零4年 100岁教零2年 就给老人教老人 比如我给你讲讲诗词 教教你用布做花等等 大家在一起就挺快乐 你看那老人听的时候 记笔记都记得可认真了 就真的有一种 你回到大学里了 那种社团 或者俱乐部那种感觉 本来这次我的目的 其实就是想看一看 各种不同的养老机构 社会化养老的形式 但当你真的跟老人 开始交流的时候 他们不会给你展示 一些自己奢华的物品 反而是一些 承载着他们回忆 或者荣誉的一些东西 比如他会给你讲 他年轻时候的故事 或者告诉你 他在社区里得到的荣誉 你就不知不觉 就开始会了解老人的生活 老人的想法 而不是简简单的 把他们抽象成 一个弱势群体的符号 或者是标签 有关老的问题 其实是值得被我们这些 现代但是还不老的人 去认真对待的 毕竟现在的他们 其实正是未来的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